车锋被骗。戴向龙大意灭心安全着陆。 在博敖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, 中国央行前行长戴向龙现身, 可谓是震惊世人,因为他已经神隐多时。 戴向龙表示不要将中美贸易摩擦风险看得很大。 4月10日报道, 这次是戴向龙自女曲车锋在2015年在北京被带走后, 首次公开露面,显示戴向龙已安全着陆。 车锋本来常年居于香港, 有传言称他被戴向龙骗回北京, 戴向龙因大意灭心而无事。 2015年6月29日, 因肝癌去世的车锋岳母, 也就是戴向龙知其科用针的遗体在八宝山火化。 在岳母却诊后, 曾居住于香港四季酒店避风头的车锋 曾提供药品试图挽回, 希望阻止病情恶化, 但最终无力回天。 其本人也回北京探望, 随即被带走调查。 可谓或不担心。 据报道, 2015年6月29日早上八时许, 八宝山殡仪管竹厅, 一场盛大而低调的遗体告别仪式。 灵堂前方的空地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豪车, 吊咽的人在随后一个小时内络绎不绝, 有些来者甚至带着随从, 静晚的花圈则从灵堂四周延伸至门外树密。 享年66岁的逝者柯用珍女士, 在公众领域并不知名, 但其家族却在金融系统有着隐秘而强大的影响力。 车锋一案据称涉及已落马的中国国安部前副部长马健, 北京盘古市投资实际控制人郭文贵。 曾有媒体报道声称, 以上海天建房地产名义, 车锋获得上海浦东香格里拉酒店附近一块约2.6万平米地皮, 价值约6亿人民币。 通过中共中央某领导人儿子的海外基金, 车锋转手售出这块地产, 获利60多亿元人民币。 有消息指,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曾庆红之子曾伟与车锋的关系密切。 甚至有分析认为,车锋被调查, 让人猜测戴向龙是否涉案。